為了推動新租透明化 路動部門 建議要修正集結合部發的新租 改良條件 未來只要新租 不到五萬塊 都要公開新租的 環圍 不能更為民意 如果每年開動修圈之後 可以含蓋大學高生的修正儘管 這款 尖開九十萬 在新租台北這邊 整年看到民意這兩次 但是 安三月每年開始 路動部推動 中央合部發修法 未來 如果薪水不到五萬 都要公開薪水環圍 因為路動部統計 公開薪水 很多年來 總共修理 四百四十個金幣 開發五十五個 開發率只有十二點五趴 我覺得就是寫清楚 讓我也可以就是直接 還沒有進去的時候 我就瞭解到 這是不是適合我的 可能你會至少有個底在 就不用再去當面再去講 為主的總署 所謂來看國內夾新做二會分補 分製兩的區 首先是十歲到四歲民眾 衛生不到三萬的精準 有十八點八萬人 比如四十七點一趴 在十五歲到十九歲 月領不到三萬 也有十四點九萬人 十五歲以上時 國內夾新做軍的節目 社會新鮮人 他們可能比較沒有 薪資利價的經驗 比較不足 讓他們可以保證工作的權益 為保障促進政管的 薪水機械冷革 未來薪水不夠 有辦法的透露 都禁止什麼便宜 不過有金融業者正貴 要全體適用 只能對薪水透明有幫助 若董報 安倉息化後 應保険的透露環圍差不多十九歲 不過又有其他政治專家政府 採討路應該提升組合的能力 將提款薪水談判的條件 記者綜合報道